來到澳洲南澳省 人口七百多人的小鎮康明斯 跟著指標走 抵達路邊公廁 工作人員興奮的貼上公告 上頭寫著國際廁所旅遊大獎分組冠軍 就跟著鏡頭一探究竟 馬賽克拼貼出雕塑和畫作 每一面鏡子都各有巧思 讓使用者洗手時一抬頭就會心已笑 打敗歐美和亞洲的其他對手 這項國際性大獎 讓原本默默無名的小鎮 成為地圖上的亮點 商家笑得何不龍嘴 藝術感的如廁空間 不只讓當地人心曠神怡 也為地方經濟衝入意想不到的心血 大家新聞留任好併意